首先要先請教一下衛福部成部長 我們目前在口罩這個部分 是我們在紓困預算裡面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防疫的物資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除了經濟部本身在生產口罩的產能拉起來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口罩的配售的部分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衛福部之前頒發的口罩配售跟銷售的方式 它是屬於一種齊頭式的方式 齊頭式呢我們在每一個配售點呢 它都是一個配售點之前兩百片現在四百片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還不確定每一個區域 它的居民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這是一個權宜之計 但是現在已經幾週過去了 我們當地的每一個配送點 它的人口密度 它的這個配送點的密度 還有它居民的佩戴習慣 甚至是因為疫情不停的發展的影響 有可能有一些地區開始大家產生的居民很需要口罩的現象 所以在這一塊呢部長可以看到齁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媒體都已經有報導 有一些配售點是供不應求 有一些配售點是供過於求 那甚至呢還有一些藥局呢 它是採用這種號碼牌的發送方式 所以號碼牌可能呢在還沒有過卡之前 它在這個系統上是顯示有的 但結果呢到了藥局之後才領不到 所以呢我自己做了一些研究 包含說我們看到這個在口罩的這個 我們很多這個公家跟民間 我們一起合作的口罩搜尋系統 你可以看到南北縣市呢 口罩的數量落差是相當的大 綠色的部分呢是非常的充裕 甚至有一個配送點到這個所謂的五萬片 那右邊你可以看到的是咖啡色的是 目前的配送點已經出現了口罩緊急 缺貨的狀況 所以呢在這邊要請教一下衛福部部長 部長有說過我們會滾動式的去檢討 我們的配送模式是否要因應做調整 那我也了解到其實現在口罩的這個 配送的大數據系統已經建立起來 那我相信後面一定會有很多的數據 是可以我們去針對這些我們的每一個配送點 最佳的配送的數字來做一個調整 那不知道部長可不可以告訴我說 什麼時候我們會做這個滾動式的檢討 以及針對配送點的真實需求去做調整 出頭委員說的在開始實施實名制的時候 因為不管是系統或販賣的點 大家都沒有相關的經驗 所以這依照人口數做了一個平均的分配 但要做人口數因為它困難 所以最後決定用藥局的分配數直接就做 然後第二我們再控制說一個總量 因為在開始的時候事實上量是不足的 所以逐漸的從我們的欺騙二起頭到欺騙四的兒童到昨天 我們今天欺騙三的成人到欺騙五 那中間就如同委員在講的一樣 就事實上有些地方是沒有賣完的 成人口罩稍微少一點兒童口罩 事實上整個的販賣比例大概從45%到70% 那成人口罩販賣大概88%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數目 那所以我們大概上個禮拜開始就對於說 有剩下比較多的配送點 我們就減發讓它賣原來的 那至於說要多發的部分就有一點點困難了 因為多發的部分我們必須還是跟藥師公會 跟藥局來做相關的一個協商 因為有的人也許他就覺得太忙了 畢竟這還是拜託藥局整個來協助我們 那所以為了要讓藥局的工作不要過於的繁重 所以我們在思考說有幾個大的方向在目前來講 對於專業的配送我們增加量 那他就不用去買 第二個也有考慮就是說 在學校裡面來做相關的一個配送 那也讓家長不用去買 那第三個我們在企業上面 也許可以採用一些預約制 那他也不用去買 也提醒部長 還有生障的民眾可能也需要有一個配送機器 生障民眾我們在專業的配送上面會給他 我們盡量把這特殊性的盡量來配 那讓藥局的工作量維持在現在的一個工作量 那當然我也要徵求一些義勇軍 他平常都賣的好像排的人還很多 就賣完了 如果他願意 那我們會多付一些成本 工本時間錢 請多一點的 多一兩個工徒生 一兩個小時幫他來弄 因為部長這些 這些都在考慮之中 在預算書上面其實我們也沒有看到相對應的一些編列 那相信這個衛福部應該會在這個部分多考量 後續你在滾動式調整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因應所需要的一些 不管是人力的部分 或者是這些相關的應變措施的成本 可能也要考慮在你們的這個預算內 像我剛剛有提到的問題還有包含這個像 這是台北車站的周邊 有一些配送點也是呈現紅點的 我都蠻好奇的 我們看得到就是說剩下的 那你怎麼看得到說不夠的 這個是我們的系統上面的 也許你可以教教我們 對剛剛部長有所提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多發的部分沒有辦法就是增加去配送 但我講的是一個大的水庫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現在口罩的產能 每天可能可以提到某一個一定的量 上禮拜我們720 下禮拜準備達到820 在這個一定量下的 我談的是一個分配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部長可能需要也跟民眾說明一下說 為什麼隔了一條河 就是右邊左邊的部分 卻有一萬多的這個口罩的存量 可是右邊的台北車站 北車附近的周邊 其實這些藥局的配送點已經是 屬於供不應求的狀況 這個也是希望部長可以帶回去 跟我們的部會首長討論一下 看怎麼樣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口罩是所有我們在防疫過程當中最重要的物資 謝謝部長 部長請先休息回座 謝謝 那我們再看到這個經濟部的 王次長您好 是 王次長我昨天有看到這個經濟部長受訪的時候 已經有揭露了目前規劃的 正新抵用券的使用說明 在這邊先跟部長 就是還有經濟部的同仁感到就是 你們有一個效率可以在我們院會質詢完之後 立刻去對媒體有做這樣子一個公佈 那在這邊先跟你們說聲不錯 但是呢我們看到這個之後媒體有整理出很多的QA 那我在這裡看到幾個問題齁 也就教一下次長 第一個我們看到呢在這個正新抵用券的使用方式呢 它是屬於先住宿才能夠做美房的抵用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問題齁 因為我們看到香港它是一個人發一萬港幣 去讓他們直接每一個民眾去做消費 那當然我能理解每一個國情不同 或者是我們的預算不同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在正新抵用券這麼重要的資源上 我們的用法是先住宿先履宿業 然後才是我們的商營 比如說我們講山營商圈夜市一文 那這會不會有一種為什麼我們經濟部的這個制度 是偏重於履宿而先於我們這些所謂的四大的這個產業呢 他的前提還是因為過往的經驗喔 給我們說這樣確實可以增加消費 所以這樣子也可以讓我們的履宿業有幫助 對我們的這一些餐飲商圈夜市一文有所幫助 但是我想到的是一個還是一樣轉換率的問題齁 你今天從一個預算撥下來之後呢 他會要先有一個條件是民眾要去住宿 住宿完之後拿到這個抵用券 還會有一個這個票券 他是否會真的化成是消費的這個兩個階段的部分 所以在這兩階段呢本席強烈的質疑說 這樣子的個效率真的會比之前的制度要來的好嗎 就叫次長 事實上我們在未來就是疫情比較緩和的振興部分 其實不是只有抵用券 我們還有協助這個商圈山影有很多的大型的促銷活動 再結合個人的這個抵用券我覺得到時候我們會把它做一個加成 而且我們也會跟交通部密切來合作 怎麼樣讓活動做得更有這個讓吸引消費者可以來消費 這個是一個要跨部會來合作的部分 是但是還是要提醒一下次長喔 因為我們之前有提到說 其實產業界我們現在已經預估是有700億的損失 那我們紓困完的這個振興 如果我們的行銷 因為我看了一下預算其實我那天蠻緊張的是因為 其實預算裡面有很多都是在 比如說包含是網站網紅還有一些電商平台 所以是否真的因為我覺得振興底用券是實際上這個錢 會進到民眾之後再進到這個店家 所以它是一個很直接的一個補助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運用這些行銷的方式 他可能還會有所謂中間會有電商跟網紅跟行銷的平台 他需要抽成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最後能夠實際上幫助到店家 我覺得不如直接的這樣子的一個消費的部分去補助 會來的更有感 這個也是跟次長分享一下 個人現在目前跟一些民眾 感覺上他們的一個訴求比較是在這個方面 好這個我們也會注意 但是如果就現在大家都覺得要外賣想買回去的時候 我恐怕我們還是要協助這些餐飲業者等等 讓他可以因為他們其實以前不怎麼用外賣的這個方式 那我們用一個平台的概念 讓他們可以接觸這些外賣 把他們東西真的可以賣出去 我覺得現在這個當下 這個我們還是可以來試看看 請次長就是務必在抵用券這一塊 因為其實說真的信貸這些 我覺得像那天部長已經在製造業的部分 有做一些調整我覺得非常的好 但是在振興抵用券是跟所有民生消費最相關的 再請次長多吐力 好 好 謝謝 謝謝各位的諮詢 下面請 謝謝 谢谢观看